修罗武神 第六千一十九章 天才之间亦有差距 作者 善良的蜜蜂 诸位放心 我楚风也是当代舞者 这件事我定会站在你们这边 远古种族有人给咱们下了战书 咱们肯定是要接着 但咱们是恩怨分明之人 自然不能学远古种族那样 瞒不讲理 所以麻烦诸位回想一下 将先前侮辱你们之人绘画出来 这其中也包括言语侮辱 哪怕是没有出手 但附和效果的也算 楚风此话一出 在场的许多戒灵师 便纷纷释放节戒之力 说是绘画 但却直接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 勾勒了出来 人数不是很多 一百多人 楚风的记忆力 只扫一眼 便将他们的容貌 刻在了心里 也包括三个 带着兜帽的红袍人 只要这些人的刻画没问题 那么 就算他们没有露出真容 楚风也能从衣着的细节 将他们区分开来 只要见到 便能认出 秦兄 他们实力如何 楚风对秦玄问道 了解对方的实力 这很重要 毕竟楚风也不喜欢做没把握的事 红袍人中 实力最强的一位 达到了九品半神 剩下两个 与我一样都是七品半神 这三个人 也是那火源谷小辈中 实力最强的 秦玄介绍的同时 也分别指向了三个红袍人 分别描述了他们三人的修为 九品半神 只是听闻此话 楚风有些意外 不由地对秦玄问道 秦兄 你现在的修为是何境界 七品半神 秦玄说道 七品半神 听闻此话 楚风有些意外 不仅是他 与闻炎日同样感到意外 如今各大势力 都在全力培养小辈 以秦玄的修为 不该增进如此之慢才对 秦玄兄 苍穹先宗 没有大力培养你吗 宇文炎日问道 他知道这种事不方便当面问 所以是以暗中传音 只有楚风与秦玄听得到 并没有 秦玄道 是指没有给你 还是说 根本没有大力培养小辈的打算 楚风问 目前我苍穹先宗 并没有要加大修炼资源的消息 其实我听说了 很多势力 在甚至时代给出指示后 都开始不惜代价的培养小辈 但是我苍穹先宗 目前并没有这个决策 我想宗主自然也是 有宗主自己的考虑 秦玄笑着说道 且这话是当众说出来的 听闻此话 众人并不意外 他们在楚风来之前 便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可楚风心中 却泛起了嘀咕 苍穹先宗 明明已将大量修炼资源 转移向了总部 为何却又不用来培养小辈 是在做准备 还是另有原因 对了 宇文兄 你现在是何修为 神体天府 清净资源的话 也必然以你为首 你的修为 应该远在我之上了吧 秦玄对宇文言日问道 同样是当众询问 在府内的权力培养下 我的修为的确有所增进 如今现在 已是一品真神 宇文言日 也是当众说道 这种事 他觉得没必要隐瞒 反而传出去 对他以及神体天府的名声更好 一品真神 听闻此话 何止清悬 全场沸腾 曾经的小辈 半神初期 已是顶级天才 半神中期 那是凤毛麟角 整个浩瀚修武界 只有几大天河的 最强天才能做到 如今 宇文言日 竟踏入了一品真神 这对于小辈而言 是超乎想象的 真神 那可是老一辈 人物修炼多少年 才能踏足的境界 小辈踏入这个境界 这是打破认知的 宇文兄 真是恭喜啊 秦玄难言激动 抱拳恭贺 可从他的神态中 楚风却也能看到羡慕 尽管秦玄本身 就不如宇文言日 可之前倒也算是接近的 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 但现在这差距 可未免太大了一些 可很快 秦玄将目光投向楚风 楚风兄 你呢 如今是何修为 此话一出 全场安静 所有人也都很好奇 这位当今修武界最强小辈的修为 八品半神 圣龙神袍 楚风直言不讳 听闻这个回答 许多人神色复杂 这样来看 楚风已经被宇文言日超越了呀 但相比于其他人 秦玄却是目露赞叹 以敬佩的口吻说道 楚风兄的增进速度 实在惊人 毕竟你可是独来独往 全靠自己 不像我们 身后有一方天和霸主之称 我这辈子 怕是彻底没机会追上你了 秦玄的这番话 让众人反应过来 宇文言日身后 可是有神体天赋 那是一方天和霸主 传承无数岁月 所积累的资源 远非其他势力可比 是真正的底蕴雄厚 但楚风 从未听闻他身后有何依仗 面对诸多强大对手 都是独自面对 尽管有许多人猜测 楚风的身后 也是有高人撑腰的 但只是猜测 至少明面上 大家如今都已知道 楚风与他父亲 只是来自祖武天和 一方上界的天族 那天族如今已经全部消失 世人猜测 被楚风藏起来了 但那方天族在的时候 也只是一方上界霸主 根本不是什么强大存在 可以这样说 那样的势力 在场随便一个人眼中 都是蝼蚁中的蝼蚁 正因如此 反应过来的许多人 也都如秦玄一般 对楚风心生敬佩 凭借自己 能有如此成长速度 已经非常惊人了 八品半神弱吗 只是对比语文言日弱 但对比其他天才 那也仍是不可触及的境界 哪怕在场的天才 都已获得家族权力支持 可却也不如秦玄 就别说和楚风比了 有语文少主 以及楚风少侠在 那群远古种族的杂碎们 已是不足为惧 只是 如今结界门已经关闭 我们该如何进去啊 楚风少侠 你有办法吗 一番感叹后 众人将目光投向楚风 楚风的威名 可不仅仅是九天之巅那一战 他可是大名鼎鼎的结界天才 不只是大闹七界圣府 后面与祖武戒宗传承一纪内 战胜戒天之事 皆已传开 尽管目前来看 语文言日的实力更强 但如何开启结界门 大家也都愿意将希望 寄托在楚风身上 莫要担心 有开启之法 楚风在交谈的时候 也在认真打量大殿 以寻得开启之法 于是 穿过人群 静止来到那结界门前 只见其挥手之间 便布置出一道结界阵法 伴随阵法催动 那结界门果然随之开启 此时 惊叹之声此起彼伏 众人变得无比兴奋与激动 尽管对楚风本就抱有期望 但也没想到 他们束手无措的结界门 在楚风面前如此简单 要知道 在楚风来之前 他们已是想尽办法 何况在场之中 也有一些结界天才 但无一例外 解释无能为力 天才之间 亦有差距啊 激动之余 也有人不由感叹 本章完 灯不由感叹 不由感叹 不由感叹